司马昭的心情在打开纸条后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纸条上写着三个字 这让他意识到刘善永远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于是他决定放过刘善 因为这样做对他更有好处 在最初 司马昭曾考虑杀死刘善 毕竟他已经杀了蜀国许多将士 即使杀死刘善 也没有人敢对此提出异议 因为司马昭的地位摆在那里 杀死刘善可以彰显他的威严 巩固自己的地位 还可以消除潜在的威胁 防止刘善积蓄力量后发动盘乱 然而不杀刘善也有好处 首先杀死刘善会让人们认为司马昭过于残暴 其次刘善本身并不构成威胁 不杀反而会让人们觉得司马昭心胸开阔 刘善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个愚笨的人 这一点司马昭和其他人都清楚 因为乐不思数这个成语众所周知 如果司马昭对一个傻子都过于戒备 那么跟随他的人就会认为司马昭是一个施杀成性的人 自然会对他有所防备 司马昭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建立微信可以让手下听话 但过于残暴会让手下整日不安 甚至为了保命而可能起兵反抗 司马昭明白这些道理 因此决定不杀刘善 他只需要确保刘善不会叛变 这样就能解除忧虑 为了确认刘善是否真的像传闻中那样贪图响论 司马昭需要试探他 而刘善本人确实如此 他不是一个有报复的人 更不用说谋反了 从勒布斯署这件事就可以看出 刘善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 然而就在司马昭担心刘善会对自己下手的同时 刘善也在担心司马昭会加害于他 因此刘善采取了一些保命的措施来避免这一威胁 其实有时候人们并不需要过于聪明 正如所说的大智若愉 有时候一些看似愚蠢的行为 实际上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刘善因为害怕司马昭对他下手 所以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了司马昭 当司马昭在与大臣商议师傅除掉刘善时 他打开了这张纸条 纸条上的内容并不复杂 这有三个字 山中寨 军臣对此不太理解 但司马昭看后大笑起来 告诉众臣刘善已经不会造反了 众大臣仍然感到疑惑 不明白为什么这三个字就能说明刘善不会造反 司马昭让大臣倒过来念 大臣这才明白刘善的意思 山中寨 寨中山 实际上是在说刘善只想在山中过上平静的村府生活 不再涉及权力斗争 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愚蠢 但对司马昭来说 他相当于刘善给他吃了一颗定心碗 让司马昭相信刘善确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而且司马昭本身也不想杀掉刘善 既然刘善表现得如此愚蠢 与传闻相符 那就没有必要杀他了 刘善表达了他的心意 而司马昭正好借此机会放手一搏 因此 刘善这个看似愚蠢的举动恰好帮他避免了一场危机 如果刘善没有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 那他的结局可能会像曹氏一族一样 被司马昭全族灭绝 刘善的行为虽然看似愚昧 但实际上保全了自己 司马昭对刘善实际上也不算太差劲 在赎国灭亡后 刘善被司马昭安置在魏国洛阳 一直过得很安逸快乐 刘善的愚蠢更多的是一种聪明扮猪吃老虎的策略 如果他没有写下那三个字 那么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刘善的回答不能过于聪明 正常回答会让司马昭觉得刘善城府极深 之前的愚蠢只是装出来的 从而可能直接导致刘善被杀 正是这种愚蠢的回答 才让司马昭相信刘善是个傻瓜 没有谋反的想法 才能让司马昭放心 刘善的愚蠢不仅帮他避免了被杀的厄运 还让他能够安享满年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刘善在这一点上与他的父亲很相似 当年曹操试探刘备时 刘备展现出了很高的智商 避免了被曹操杀害 刘备的回答让曹操觉得 他并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不足为虑 所以放过了他 正是刘备的这种高情商 才有了发展的机会 最终形成了卫国 吴国和蜀国三分天下的局面 刘善的行为常常使人误以为 他是个愚蠢的人 他总是沉迷于娱乐 不愿与诸葛亮一同努力取得成就 然而 刘善并非完全是个傻子 他的智商只能算是普通水平 但他过度追求娱乐 加上父亲的早逝 导致他的现状 此外 刘善身边的奸臣众多 许多人在他耳边说坏话 使他屡次犯错 最终成为一个只追求享乐的人 然而 刘善唯一做对的事情 就是非常顺从 一是听从刘备的指示 二是听从诸葛亮的建议 而这已经足够让他统治天下 可惜的是 这两个人都已经试试 刘善对刘备的话言天气从 无条件地相信诸葛亮 而诸葛亮是一位非常善于处理内政的人 因此在辅佐刘善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使得刘善能够长时间担任皇帝 诸葛亮去世后 刘善对他的遗言深信不疑 几乎所有的人事安排和决策都遵循诸葛亮的嘱托 在这些方面 刘善并不少 他知道该相信谁 只可惜刘备和诸葛亮都离世的太早 如果有正确的引导 刘善或许不会如此昏庸 然而 历史无法重来 刘善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昏庸的君主 无法独立完成统一天下的伟业 不过 至少刘善因为他的愚昧而快乐 正因为他看似愚蠢 司马昭没有处死他 甚至还加关进绝 使他一生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对于他个人而言 这样的生活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